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媽媽好神 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明刻興起幼 小孩夢境神解讀 我昨天晚上夢到 你在幫四個小寶寶洗澡 我就騎著一匹白色的馬 我在找媽媽 夢前的媽媽都被跳崇 你看這台車跟媽媽是 感覺很棒 很棒耶 我覺得是我選你的 我一定是 小孩在睡之前 世界是繞著他轉的 是我選你 你們都想說很棒耶 你們都想說很棒耶 有沒有請張維忠來好了 謝謝 孩子的夢境天馬行空 媽媽想當解夢神探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小孩各種稀奇古怪的夢境 到底孩子的夢境 潛藏什麼驚人內容 心情內容馬上開始 所以我昨天做了一個夢 然後為了這個我還特別去 那個黃醫師的門診這樣子 因為我女兒就說 有一天作夢就說 媽媽我說什麼 他說我不要睡覺 我說什麼 他說 有一個人站在我們的床邊 你不會嚇死 為什麼黃醫師 那要找詹老師 我把他停走 那妳怎麼 對 妳那時候跟他講什麼 沒有 我就說 妳不要想太多 趕快睡啊 然後 結果妳叫黃醫師怎麼跟他講 黃醫師超幽默的 黃醫師就說 那妳要不要收房租啊 對 這麼好笑啊 然後 然後頭髮就覺得很好笑 頭髮就 其實我真的快嚇死了 對 有一天我聽到一個小偷 他去鍾欣寧家偷東西 半夜的時候 他女兒驚醒看到小偷 然後就小偷站在那邊 鍾欣寧跟他女兒說 沒關係沒有人 那小偷說 耶 然後我下次這樣 我要收房租 不過真的 其實小朋友真的很容易會 我們都會想說 他是不是看到一些東西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寧可說 他是在做夢 對 對不對 那到底小朋友幾歲會開始做夢 說老實話 幾歲會做夢 還真的沒有人知道 你小 我們先講做夢 大概是 我們睡眠有分兩個 就是從熟睡 然後潛眠 熟睡潛眠這樣 那當然比較專業一點 就是說 飛動眼期或動眼期 但是有時候本來講到動眼 大家就眼睛開始轉 因為都聽不懂嘛 對 所以後來我用熟睡潛眠 大家也聽得比較懂 那通常大概 大人大概整個晚上呢 這個潛眠期 也就是動眼期 大概佔20%左右 那小孩佔得比較長 所以你看小孩的睡眠的 那個潛眠 就是說 他在做夢的可能的時期 其實還佔滿多的 可能佔到 甚至到一半 所以理論上 可能他在 理論上 但是鬼才知道啊 你就會被小朋友出來說 你看媽媽肚子裡做什麼夢 他也不會告訴你啊 對 所以我們也真不知道 但是如果今天要講說 到底幾歲的孩子 可以明白表示我在 就是整個夢境的結構啊 或是故事都可以講出來 大概就是要 這個四歲 五歲以上 他就可以把那個夢的整個故事 都講得非常清楚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一起 來看第一條千奇百怪夢境 好有趣 有 海盾 好可愛喔 對 有一次 他那時候三歲多 剛剛學會講話沒多久 然後他有一次呢 就跟我說 媽媽我昨天晚上夢到 我在當小天使的時候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真的嗎 什麼事情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就騎著一匹白色的馬 然後他會吐彩虹的光 然後他有新騎兵 對 然後在這旁邊 沒有一趟而已有沒有 然後呢 他說呢 他有一個很大的翅膀啊 然後他就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樣做的這個夢 好像很開心喔 然後他就有點生氣耶 他就跟我說 可是那都是真的 那是我還在你肚子裡面 的時候的事情 哇塞 我就說 這是什麼事情 我就順他的話 就問下去嘛 我就說那 所以你還有 知道什麼事情嗎 然後呢 他就說 我在找媽媽 然後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會選我當媽媽 其實你知道他怎麼回我 他就說 因為覺得媽媽都被挑走了 好可怕 你怎麼會選我 你怎麼會選我 我怎麼會選我 而且 你知道你前面講那一句說 小柯還說 好感人喔 所以我是看他 就像是 因為別的媽媽都被挑走了 對 因為其實他媽媽都被挑走了 可是他講這句話 我有點感受 是因為我懷孕是很辛苦的 那時候看了很多醫生 中醫 西醫全部都看過 做了非常多檢查 打針什麼 所以其實就是一段時間 懷孕 所以他會說這句話 我一開始就覺得 還滿有趣 然後我就問下去 我就說 好 那你晒我的肚子都在做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都在踢球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 就是他怎麼會知道 是因為我嚇到 是我那時候懷孕有子宮肌瘤 然後子宮肌瘤 那時候看 可能對他來講 因為他不是很小嗎 在肚子裡面 對他來講 踢球 可是肌瘤這件事 他不可能知道 而且我也沒有跟什麼人講 就只有我爸媽 我老公知道 然後他就講這樣子 然後他還補充一句說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 真的 對 我想說奇怪 真的還滿 滿神奇 然後後來是有上網 搜尋一下 然後就說 日本是有一個研究 說這是 其實我們在目前的 那種腦科學跟精神醫學來講 應該是沒有 對什麼胎前記憶 因為我們一般人 真的會有記憶 就是說 真的會開始記憶的事情 最早差不多是在三歲 不過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會知道說 小孩子確實 就像剛剛黃醫師講的 因為 所以他真的常常 然後呢 所以常常可能就像 他可以開始講故事的時候 所以他講的 夢 對 那第三個 因為他的生活經驗還很新鮮 然後又看了漫畫 又看了這一些什麼 童話書 童話書 卡通文片 等等他又把它串在一起 但是對於海盾媽媽這個 漫畫 我倒有一個正面的意義就是說 應該這海盾呢 跟媽媽是 那種 媽媽抱進來 放在夢裡面 然後這樣子 那種感覺很正面 也是很感 對 這夢的夢到我就對了 對 你知道那個小孩 七歲之前 他們其實大腦就是 通通都無限制的 只要 就丟進去 看到什麼就丟進去 夢到什麼就丟進去 所以在那個小時候 那些小朋友講那些話 有些是夢境 有些真實 有時候是聽到 譬如說你可能在跟人家聊天 講到說我以前長頭髮 為了生小孩 後來簡短 他自己已經在裡面了 他不知何時 他就把他提出來 對 那還有一些像 小可跟海盾媽 都講到一樣的事情 就是他會說是我選你的 這一定是 小孩在五歲之前 世界是繞著他轉的 但是我選你啊 難道不選我嗎 你可以不要這麼扣 你們都講到那邊 我剛剛還在感動耶 那不是我們是最好 他們選我們 不行了 對啊 我們一起爭的鐘頭 好 自己騙死了 真的嗎 我也有一個很有趣的夢 就是我家大寶大概 就像黃醫師講 他四五歲開始 他會跟我講解夢 有一天他跟我說 媽媽啊 我昨天晚上夢到啊 我從家裡回來的時候 我一打開門 我看到妹妹在家裡 跑來跑去 他就是指餓寶 然後我看到你 蹲在那個旁邊 有一個大盆子 裡面有四個小寶寶 你在幫四個小寶寶洗澡 天啊 我又見六寶寶了 等一下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才剛生完餓寶 他才一歲多耶 我想說我才不要生那麼多 誰要生那麼多 要累死自己 結果 結果 結果我每懷一胎 生一胎以後 我就覺得好恐怖 我覺得那個夢就快實現了 真的 而且重點是我龍年的時候 其實我二十二週 在龍年就有流產過一次 接著我又生了 雙胞胎 又生了五寶妹 結果我就算一算 加上流產的那一個 六個 是六個耶 沒有 搞不好 搞不好你還是有一個啊 你加起來 你再生一個 你還是六個啊 我跟妳說有個巧合的 我五寶妹現在快三歲了 然後這三年 這快三年中間 我們完全沒有避孕 我也沒有避孕 妳怎麼敢不放避孕 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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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個夢 你這活上在印證 對啊 所以我真的就是每次想到 我都覺得驚奇夠的 哇 小朋友會做避孕夢嗎 因為很多都說小朋友什麼 上面什麼 每天天看 對 都會想要問他們 你們夢到馬套嗎 對 對 不是 像可能是 他們真的天眼還沒關嗎 還是一樣 很科學的小朋友 問洋醫師 發生的專家了 如果妳要這麼講 妳要問給人家 這應該三位中嘛 對啊 應該要三個 所以這幾個三位中 老師來了 我知道可以分享幾個感覺 是 最常見的就是聽到 像很多 我的一些警察朋友 他們常常說辦案呢 會做夢 會令人感 對不對 然後好像甚至會被帶引到 指引到 對 在我們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 同樣是那比較的概念 就是說 他可能生活上 通常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線索 這些線索呢 可能像 一團亂的時候 做夢是潛意識的表現 他那個時候 無意中 梳理出一個概念 他再把它醒來 想起來的時候 說不定就一個線索就出來了 就夢你搞不好要做整理就是 那第三個是針對 真的 針對他講的夢喔 我比較會認為 他的那一個大兒子 大寶 應該是很喜歡 很多小孩子 對 寂寞 絕對一個人 對 有可能 更多人 說不定他搞不好 他還夢過一個班的班長 或是一排的人 對喔 你剛剛講那麼多我害怕 我覺得楊一斤 剛剛講的那個真的是 讓我很有感觸 因為的確 有一個研究就是講睡眠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好像之前在節目上講過 如果今天你讓一群學生 解數學題目 解不出來 你說沒關係 12小時以後你再來解 那有兩種 一種是12小時 他是早上解不出來 晚上再來解一遍 另外一種是晚上解不出來 睡一覺隔天再來解一遍 你發現睡一覺隔天再來解的 能成功把那個不會的解開的機率 會增加三倍 太妙了 因為他在睡覺的時候 他其實腦袋在整理那個 他解不出來的名字 所以我最聰明的時候 是睡著的時候 就是那個東西 對 我們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睡著 先睡著 對 但是我必須說 這個我小時候很有經驗 你知道我晚上做夢 我會夢到 我就說我自己都覺得 我有預知能力 因為我會夢到 後來考的題目 這難看了 自己就覺得神準 然後想一想 你每天都在做練習題 你當然會浮現出那些東西啊 所以本來真的 很多解不出來的東西 會在睡夢中解出來 那些數學題都是在睡夢中 跑出來的 就是我女兒現在是小一 然後那時候剛上小一的 開學前幾天 她就是有一天半夜睡覺的時候 突然大哭 一直這樣 媽媽 媽媽 我想說 我就過去看她 然後因為時間太晚 我就先把她哄睡 然後她也睡了 隔天起床 我就問她說 妳昨天到底怎麼了 她就說 我昨天 碰到我隔壁的同學 她一直這樣哭泣 然後就說 她眼睛變得一個圈圈 好奇怪 然後流紫色的口水 這好可怕 對 然後她就說 而且後來她就生病了 我們全班同學還去醫院看她 但是她的病沒有好 太清楚了 然後變成有翅膀的小天使 飛走了 快了 快了 還在了 同學還在同學 沒事 大家不用緊張 然後後來我想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不尋常 媽媽的那個神探精神就出來 真的 我好喜歡查這個 然後我查之後會發現 如果做夢夢到同學的話 就代表妳那一陣子就是 對妳的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有緊張 然後如果是夢到去醫院的話 就要代表妳要 注意妳自己的身體狀況 對 然後就聯想一下 可能是因為那時候 她剛上小一 然後剛換一個新的環境 然後有功課壓力 所以她那些緊張啊 不安的情緒 可能就在睡夢中浮現出來 這樣 前陣子也是這樣 就是在她剛上小一的時候 然後她就是每天就是跟我說 媽媽我夢到被那個人家追 但是她沒有講說被什麼東西追 可能就是人啊 然後她就會害怕嘛 然後我問她說 那妳需要什麼 她就說 那不然妳幫我 擺一個東西在我床旁邊 保護我好了 所以我就幫她找了一個那個 環境的保健 然後我說這個 如果你夢到了 妳就可以保護她 不是比較快嗎 為什麼要保健 我不會用服嗎 沒關係啦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床旁邊 然後睡覺前 我還給她我的那個 按摩的那個精油啊 就是讓她聞一下放 就是舒緩一下 對 放鬆 讓她睡覺睡好一點 就是用這個方式 其實像這種夢境 好像有機可行喔 因為其實就是 小朋友上學啊 或是晚進啊 或是電學的問題 所以那種被抓 被追啊 是不是這樣很容易 反映在夢境裡頭 確實是啦 佛洛伊德有說這個夢 它常常是我們 潛意識的表現 但是它會很象徵化 那個東西如果常常在發生 我們可能就要去了解 她生活上發現了什麼 但是每一個小孩子 Case by case 真的不一樣 我們想說夢 其實只是睡眠裡面的一部分 那睡眠障礙有很多樣化 那小朋友如果出現 某些睡眠障礙 有可能你只要意識到 他可能也是在學校 或者在最近的生活 遭受到一些壓力 比如說你最常見的一件事 就是 很多人都覺得尿床 尿床跟睡眠有什麼關係 尿床還是一種 睡眠障礙的一種 對 就是它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之前有一個媽媽 就覺得很奇怪 她小朋友明明就是 上小學前就已經都很會了 都沒有在尿床了 沒有夜尿的問題了 怎麼去上了心環菌之後 開始回來又會尿床 後來一問才發現 在學校裡面有一些 她處不來的狀況 好像是被霸凌了 可能是因為她 所以她沒有辦法 解決那個壓力 所以她回到家房 她本來會的東西 她也不會 會出現一種睡眠障礙 就是尿床 那第二種 有一種睡眠障礙 其實你覺得跟睡眠沒有關係 它也是一種睡眠障礙 就是磨牙也是一種 對 其實磨牙也是睡眠障礙的一款 如果你發現 它本來完全沒有這個狀況 突然開始出現 你可能要反射說 它其實有沒有可能 在生活中 遭受一下什麼樣子 小朋友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夢跟現實 有時候是分不清楚 因為他們腦袋還有那個 我印象深刻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 做過一個夢是很妙 我自己小孩子 大概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 有一天啊 那個時候在晚上 已經深夜了 印象好深刻就聽到 很小的時候 不是都跟爸爸媽媽睡 同一個房間嗎 那就聽到晚上 怎麼有人敲門 就敲房門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一直 記得好清楚 自己就聽到 為什麼爸爸媽媽都不起床 明明就有人在敲門啊 為什麼不起床 我沒有受託力耶 真的 然後我就爬起來 想說他們都不開門 我來開門好了 你爬起來 我醒來然後我就一開門 門口站兩個人 那兩個人就是 穿黑的跟白的嗎 不是黑的跟白的 是他們就是臉字白白 有兩坨那個就是 真的嗎 真的嗎 美女 夫婷姐 就是一個小女生 一個跟一個小男生 那個同向 然後我一開門 然後我心中我好害怕 我也記得我當時就是 非常的驚嚇 因為我已經知道 那個是什麼東西 我小孩子已經有那個概念 我一看他們好害怕 我就下去 然後我記得我自己下婚了 因為我接下來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爸爸媽媽說 所以答案是 我們這邊有去開門 所以我那時候 小時候就一直覺得說 真能當是一件撞邪的事嗎 可是我來想 有沒有可能是 小孩子其實也算是一種 你夢境跟 你夢到某些東西 然後你去你的身體跟著走 不是這樣 你真的看到了 那好可怕 對 嚇死 應該是有夢遊吧 我認為那其實是 一種夢遊 對 就是你以為你那個 然後你的身體 也跟著行動 你做完那件事 只是你沒有就這樣 可是夢遊 通常都去開冰箱 什麼的 你可以做兩個 很恐怖耶 我覺得它這個更複雜 因為我們常常講夢遊 千萬大家不要誤解說 那是做夢起來 對 其實夢遊是在熟睡期 對 反正她現在肅清呢 跟大家分享是很清楚的 她做了 我知道我完全做了事情 所以有了那種 不要 不要 真的 很害怕喔 郑陽醫師直接說 對 你就是遇到金銅月 難打 可是好恐怖喔 對啊 但我真的覺得小朋友的夢 其實大部分會跟白天 發生的事情 對 也就是我們遇到最常見的 因為水水她其實 剛才肅清姐有講的是磨牙 她從小到達基本上 開始有牙齒她都會磨牙 所以這個我不太擔心 因為就是一直都有 有這個習慣 然後 最近她是白天開始會 可能會玩得比較瘋的時候 老人家會說嘛 不要讓她玩太瘋 晚上不好睡 最可怕的是她有的時候 做夢 真的像蘇星姐一樣 就是你也不知道她在做夢 還是在真的 她真的張開眼睛在哭 然後她就會說 不要殺我 眼睛是張開的 眼睛是張開的 但是看的是空洞的 然後她就會 然後我會問她說 妳昨天晚上為什麼說不要 要殺妳 然後她就說沒有 我遇到恐龍 因為她最近在恐龍戰隊 她就夢到她自己 是恐龍戰士 那她也是會殺人的一種 所以一切都成立的 這剛才跟蘇星姐 是完全不一樣 蘇星姐 妳真的是有 沒有 妳姐真的是 而且蘇星姐聽完妳的之後 就覺得這些都小Case了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這太有機可循了 而且妳相信的做夢 我都不相信 我無法描述Peter 任何一個完整的夢境 因為一旦她開始講的時候 我就開始翻白眼 然後就開始放空 我想我自己的事情 為什麼 不是妳害怕嗎 不是 因為她 就是很喜歡哈利波特 她從小就喜歡 她會讀她的書 看她的DVD 可是 所以她每次跟我講 媽媽 我又做夢了 我說做什麼 我考上霍格華茲了 然後她就說 我就開始白眼 就放空 她就開始說 那我考進去的時候 我就跟誰 我跟榮恩同一班 然後妳又翻白眼 然後 結果我們就去打奎地勤 妳知道嗎 我就怕那個馬糞 怎麼怎麼樣了 然後結果是我 怎麼打到了奎地勤 所以想想就放空 我覺得不可能 然後譬如說 如果最近要放 美國隊長 已經開始預告出來 很頻繁的時候 她就開始說 媽媽 好緊張 對 我都覺得 這不是她的夢 我覺得妳也要掛門桌 我覺得如果這是夢的話 如果這是夢的話 我也可以夢到 跟蘇之憲去吃牛排 為什麼 沒有 蘇之憲是跟我去吃牛排 妳們一起吃牛排 我都沒遇到 都跟你去了是不是 真的 我都沒有這幻想 可是其實真的很多 小朋友白天的幻想 都真的看到 對 可是她 她有一個狀況 她最近就 因為她現在上國一 所以剛入學的時候 她有一個狀況 她跟我說她有一天夢到 她就從你家樓上 掉下去 然後就嚇一跳 然後那個感覺 我非常清楚 因為我小時候做過 一模一樣的夢 因為我小時候 還沒有坐過飛機 也沒有坐過雲霄飛車 可是我到現在 我都記得 我夢到我從樓上 掉下去的時候 那個心臟 對 心臟在上面 人在下面的那個感覺 我都還記得 像小可的那夢 對 就是說妳小朋友 白天做什麼事 晚上都經歷 同樣的那種夢 還真的相對比較少 我們剛剛說過 做夢常常 它是充滿了那種很多 豐富 然後相等性的內容 所以我看到 妳小朋友 她可能相對的 還滿硬實的 白天做什麼玩家 有了什麼經驗 晚上就做 就白天沒有殺完的玩家 那像羽霓的那個就相對的 就滿多小朋友會這樣子 她已經14歲了 她現在還在跟我講 這種後患 所以她到14歲 大概這樣表示她真的 她腦袋真的常常是很會去 我們叫做 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的想法 想像力很豐富 那至於你們說 像那個疊下來那種 其實我小時候也常常會這樣 出經驗 那我們甚至有嚴重的呢 小孩子跟大人都會講 那個是這樣的 其實因為你要知道 你睡覺其實呢 是你的那種 你的運動系統跟著放緩了 可是也許有時候 你在狀態之下 像鬼壓床呢 是 你身體不 身體運動系統 還沒跟著活化 所以呢 你大腦 你都趕快會要找一個解釋 為什麼會要這樣 為什麼這樣 就有些想到說 被壓住了 被誰壓住最可能 鬼啊 會滾 那你說像這種東西 會落下來 有時候可能是在睡覺的時候 尤其一個姿勢的翻動 那等等的 甚至有的時候 可能嚴重的疾病 所以等一下黃醫師就會講 他都有可能生理 因為我們常常講 睡覺就是要天時地利人和 做夢也會配合 周遭的環境 會產生不同的情境 會不會有人 他的夢境跟真實生活 就是到很大了 都還分不清 因為剛剛雨菱在講那個故事 我就想到前一陣子 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成年人 跑去那個國王車站 然後就大家本來 就把他當觀光景點 他以為是真的 他就衝過去 然後要裝那個 對 我覺得畢竟會幹這種事 因為他在他現在 只要現在討論我 這陣子在搞月子 對 他現在有一些本事上 跟那種志願想法 要考什麼學校 他還是寫霍格華茲 那個夢啊 包括他的那種計畫呢 都已經一直持續這樣 而且跟現實不太符合 他正要抱著門 對 他還說他要在霍格華茲 創立音樂班 因為他學音樂霍格華茲 沒有跟他對應的專業 沒有他的研究 對 他要去霍格華茲 創立音樂班 對啊 哇 不錯啊 趕快去掛門 可能要不要去掛 看一下楊姨姨也還掛 不過剛剛講那個墜落感 比較有這個 有人在寫說是 所以你是比較有可能 對 因為就是你可能會 常常會 會呼吸不到空氣 然後就有墜落感 之前有一個研究很妙 就是說 他們發現如果他做噩夢的頻率 非常頻繁 一週超過兩次 他們發現那一群兒童 他發展出一些心理上 就是後來出現 可是反而我覺得 小朋友這個 可能只是一個調查研究 反而是大人常常惡夢 也要開始懷疑 之前有一個 他們就發現說 大人有一個疾病 他的症狀之一 也是惡夢 什麼 有什麼 他發現 發經生事症這些患者裡面 除了說有一些什麼 面無表情啊 肢體疾病之外 他們這些患者 另外一些罕見 你沒有發現到的疾病 就包括 所以其實這些夢 真的有時候可以反映身體 其實是有 對 有時候是 其實或許你身體出現某些障礙 你的身體在告訴我 但是如果像這種狀況 因為大人也就算了 小朋友如果真的夢很多 或是夢很長 然後做一些阿力不詐 它影響他們最常的生活 那應該要怎麼解決 帶來給專業團隊做一下評估 是有需要 我們最近會常常 比如說藉由這樣玩遊戲 或是畫畫的方式 去比較了解說 他在這個 因為如果他這一段時間 可能常常在做相同的夢 最常見的 至少70到80%以上 是跟 那種就要注意到 他後面的狀況 當然有的 我們碰到有一些牙醫師說 在長牙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過程裡面 因為生理的訊號 進到那個做夢期 他可能就進去 我們大腦就 雖然不一定固定的東西 但是就跟像 剛剛淑青講的 巴黎症認人 他的那個作用 就是在多巴胺系統 那裡面有一些 跟情緒有關 就加進來 然後就 天馬行空的一些夢 他就可能會出現 對 所以楊醫師剛剛講到 那個小孩寒冰 我們下一個就要講這個 寒冰 就是 小孩會有精神 有 哭鬧惡夢 真的 我覺得前面大家講的 都是滿開心的 像我兒子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海小兒子講他 非常相信大野狼 然後有一次半夜 他也是就是 哭醒很崩潰 然後就說 大野狼哥哥 他在抓我 他哥哥來床邊 要幫我抱 然後我就說 沒有 你就只是作夢 我們都在這怎麼會 他說沒有 他一定是躲起來 你們兩個現在都給我起床 我說起床 幹嘛 他說我們要出去 把他趕出去 然後我就去哪裡趕 每一個門都打開來 他說不行 那個櫃子上面 每一個櫃子 統統都要打開來 所以我跟他爸爸 半夜起來 把每一個櫃子 跟廁所門 所有人開的地方都打開 檢查完了 好累喔 他才放心的回去睡覺 好不然那晚上整個瘋掉耶 哭鬧到半夜這樣 對啊 不過什麼原因 會造成小朋友這樣半夜哭鬧啊 如果常常做這樣的夢 而且比如說 已經夢到說 他可能不敢獨自睡 然後甚至 不好笑啦等等 我們特別呢 會說他是一種夢魅 大人以上就不一定喔 大人以上都還要去檢查 說不然 腦部裡面是不是有長腫瘤 或是癲癇 那至於您再提到說 有時候半夜 有時候這樣好像 嚇驚嚇 然後呢 你看到他這樣又踢又叫的 但是你可能把他安撫了 或是可能他又睡著了 第二天他起來 你問他昨天什麼事情 他都說不知道 但是那個部分就好像 那個東西就是 確實也是不同的兩個疾病 那臨床上面我們把它整理出來 大家可以注意看這幾個狀況 第一個呢是發作的時間 前半段的時候呢 這種 夜經就是發生在這個階段 但是做夢是在那種 另外一個階段 那後半 下半夜的時候到清晨的時候 做夢的機率比較大 所以 那第二個呢 臨床的症狀呢 可能呢 驚恐的表情啊 尖叫甚至伴隨相關的行為 但是這樣 夢夜 夢夜的定義就是說 因為他做到一些很 讓他會害怕的 或是甚至讓他會覺得會受傷 會危急生命 所以他 再來呢 就是說 發作的時候跟清醒的關係與否 夜經的個案呢 在臨床的經驗啊 比較不會鼓勵呢 因為他這個時候 在一種那種狀態的時候 你抱他 反而他會覺得是拘束 他會更跟你反抗 反而我們這時候 可能用輕輕的 因為我們感官經驗 聽覺也是一個 如果你很溫柔的聲音跟他說 好不好 我們好好睡覺 乖乖睡覺 那你慢慢慢慢 他就平靜下來 夢夜的時候就不是你了 他會很清楚的告訴你 因為他做了什麼夢 不管是大野狼 或是被蛇追 或是要怎麼樣等等 火災等等 這是真的有 如果常常發生 這種夢夜 一直在做惡夢 那我們就要 稍微要去關心一下 知道說 他在做這些夢 可能他後面有代表的意義 那這一些 我們就會做很像 不同的一個方式 跟比較跟處理 了解 我一次的經驗是 吳寶妹那時候還睡我的旁邊 那他就會突然有一晚 他就是很身體 劇烈的抖動一下 然後他眼睛就張開 因為他抖動的時候 我就已經驚醒了 因為我很前面 我一看到他 一轉過去看到他 眼睛瞪那麼大 我快嚇死了 因為太恐怖 因為真的很恐怖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 大哭大叫 而且 還一直邊喊說 不要走開 這個很恐怖 然後我就趕快把我老公搖醒 我說 我老公你趕快起來 你陽氣比較重 你就 我說你帶他去扶庭 我是真的 我是認真的 我是真的把他搖醒 因為我真的很慌張 我哄了十分鐘 他還不靜下 所以我就說老公 你陽氣比較重 你先帶他去那個 旁邊佛堂拜拜 老公打我給你個白眼 什麼白眼 他就臭罵我說 你這個時間這麼晚 叫我起床 你才怪怪的好不好 隔天的時候 我就想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問一下 他們昨天晚上 小朋友在幹嘛 我大跑來說 因為他昨天晚 他的時候有跟妹妹玩 大野狼抓羊妹妹的遊戲 他們就在家裡一直跑 只是那天我剛好就是露營 不知道 在家裡有人這樣子玩 太害了 像他們都提到 做大野狼的夢 我們順便分享一下 有一個很有名的心理學家 叫榮葛 他有提到我們人類 其實有 我們腦袋有一個 叫危險中心 叫性人和 他常常會先祭什麼 祭會 讓你要小心的 那小時候我們的祖先 碰到什麼最危險 野狼 雄 蛇 雖然我剛好強調說 每一個人做夢 我們可能是各有 各的狀況 但是呢 有時候他 對我們很多指向 一件事叫害怕 所以那個東西 他到底是在害怕什麼 真的要注意 那第二個呢 你剛剛提到是說 白天玩得太High 對 確實是很常見 因為那小孩子他呢 整個 因為他還在發育的過程 裡面 他會真的就是把 白天的東西呢 然後 所以夢中就會 睡覺就會做夢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吃完晚飯以後 洗完澡後 可能相關的一些 睡前這個要 就好像大人也一樣嘛 你要讓自己的步 要慢慢地穩下來 要不然你睡前 有研究真的顯示在 你睡前就很High 就一直還High 你反正做夢 我們看韓劇的這樣 我們睡前看韓劇 然後 反正 我倒覺得小孩 很多小孩啊 他白天譬如說 有很多的刺激嘛 睡覺前希望媽媽能夠 平靜他的情緒 然後就會變得有點露 然後媽媽就生氣 對 就反正睡醒人家 臭罵一頓 我家就是這樣 因為他小時候 那時候幼稚園 我還記得那一段時間 因為他陪媽媽看目光之城 然後媽媽一直灌輸他 吸血鬼 真的 一直灌輸他 所以那一年剛好萬聖節 我們就問他說 那萬聖節 幼稚園要打扮 你要打扮成什麼 他就 我要打扮成吸血鬼 所以白天就帶他 去買了吸血鬼的一套裝扮 他就覺得好酷喔 然後在睡覺前 他就跟我說 他要穿著那個衣服睡覺 那怎麼穿嘛 那我就說要睡覺了 明天學校要出去這樣遊行 穿衣服要遊行 你趕快弄一弄睡衣睡覺 講到最後我真的火大 因為盧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我火大 我就拿出手機 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要傳簡訊給老師 如果你現在十分鐘之內 再不睡著 我就跟老師說 明天的活動你不參加 他肯定就被嚇到他就呼呼 他就躺到床上是用哭的一邊 哭哭哭到睡著 結果沒想到到半夜的時候 他是大叫大哭 然後哭了一下 我想說怎麼了 我還沒有出去 他就自己從他的房間 衝到我的旁邊來 然後就說媽媽 我有鬼 因為我房間有吸血鬼 他是照鏡子 照鏡子 然後說啊 有吸血鬼就嚇到 然後你還要安撫他 所以那天為了他睡得好 你還讓他睡在你旁邊 對啊 所以我小小補充一下好不好 其實睡覺前 我們一般會建議 所以媽媽呢 可以帶著小朋友做一些 睡醒的儀式 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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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室是一種遺室 然後安定 因為那個禱告 它讓它有一些安全感 有寄託 那第二個呢 我們發展心理學上面 會希望說 他有時候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陪著他的 那這個東西呢 讓他知道 有一種安全感 這個東西一定象徵 就像好像他的夥伴 對 陪著他讓他不怕 甚至說裡面還包著 寒著爸爸跟媽媽的保護 那這種呢 在睡前可以 跟他做一些這樣的儀式 他也會比較安心的入夢 有些媽媽會趁著小孩 那種害怕的時候說 你看 就你白天不乖對不對 對 所以才會帶給人來找你啊 所以你白天要乖一點 要聽話 更害怕 更害怕 這個大家比較不會犯 那第二種是 有些媽媽會講說 那你害怕 你不要看好了 比如說那邊有什麼東西 那你看這邊就好 看這邊就好 那你可怕 對啊 你等於是這樣還是知道說 那個真的在 而且很可怕 所以這個也不太OK 那比較OK的方法是 你不管是捏罩的 或者是一個你們平常家裡 我就講我自己小孩 我自己小時候 你看 有時候小時候的夢境 現在長大那麼久都還記得 金童韻 你誰忘得了啊 我小時候大概也是類似夢 類似夢到就是這種狀況 我就說床上一堆那種小怪獸啊 那我媽媽就說 因為我們家的基督徒嘛 她說那你就禱告啊 主耶穌也會給你勇氣啊 然後她就喝出大聲 然後我想好好禱告 然後我就一直這個 這個這樣禱告 然後喊主耶穌 然後就在那夢境 然後突然之間 就有一個白跑出來 然後我還印象很深刻 那一聲耶穌看我一眼 然後把門關起來 就是原來那是一個門外的 一堆那個怪獸 就他這樣 然後門關 就全部都沒了這樣 對 真的 你怎麼你這樣這麼光明 對 你為什麼沒有想像 沒有眼鏡 你這樣進他就跑走了 我就說 你這樣走來一點 我還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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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怎麼樣 讓那個夢境中找到勇氣 還有有的時候媽媽會 小孩就睡不著嘛 很害怕 然後就開始編故事 就把那個夢境接下去 接到一個快樂結束 很好 讓那個小孩可以自己睡 很好 我們家水水最會發現的狀況 就是因為他現在影響課 馬上大班 所以他一到五都很規律 可是五的晚上然後六 我們都會讓他就稍微放鬆一下 因為第二天就上課 對 那三個小朋友聚在一起 就很可怕 因為我們家的空間 都會給小朋友放出來 所以他們就 他就會跟弟弟拿著 就是假箭在那邊追殺 就一直追殺 那有的時候就看他平常都 都沒有這麼開心的這樣玩 那就讓他好好你放假的時候 好好的玩一玩 可是玩一玩到晚上就完蛋了 真的就真的會影響到睡眠 但我真的遇到最可怕的是 他除了就是常常遇到那種 夢到恐龍要咬他 或是他自己是恐龍手臂 恐龍要咬他手臂之外 我最討厭的是 他真的沒有辦法叫醒來 對 因為他就是 你感覺他好像OK了 他躺下去睡覺 可是他還是會這樣 他還是在那個裡面 所以我常常 我當初 我常常會就想說 先讓他睡覺然後睡覺 因為他自己睡嘛 睡覺要睡一次 然後我們就離開 可是發現不行 他大概平均 可能半個小時就會再一次 半個小時就會再一次 就是一直反覆 後來我就會一直讓他 可能我可以 我寧願花一個小時在旁邊 幫他慢慢弄醒來 真的確定完全醒了 再陪他重新睡一次 這樣他就可以再一覺到一天亮 他中間就不會一直反覆覆的 對 就是我遇到 就哥哥應該算夜景 可是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一直叫不醒來 如果你真的就是沒有影響到 其他人睡覺 你就放著他在那邊 嘻嘻嘻嘻嘻 他還是半小時之後 就繼續下一個睡眠症 真的假的 可是他跟沒一起睡 他把沒打死 對 大部分碰到夜景都是影響 影響到別人 所以就是很困擾 不然不是我沒有影響到 別人的前提下 他自己就會進入下一個睡眠週期 對 那如果是那種做惡夢的 我到底要不要把它叫起來 對啊 理論上做惡夢自己會醒 就後半夜的那個惡夢 自己是最高的時候會醒 因為號稱做惡夢 就是被一個夢境下醒 所以而且起來會很害怕的 告訴你他剛剛都夢到什麼 所以會這樣 你在問的問題 一般應該是人家在說 夢遊的話 一般我們是 不會刻意要鼓勵你叫醒 因為他在熟睡嘛 然後你只要注意安全 那一般一般夢遊 都是簡單的動作 你只要適當的再把它 引導回來 這樣回到床上睡覺 那就OK了 那其實像我們這種媽媽 很愛解夢 這種媽媽說 好像夢到 你那什麼掉牙齒 牙齒掉什麼 對啊 什麼不好事情發生 然後身體部位哪裡不見 哪裡不見 就不是 脂肪嗎 脂肪嗎 脂肪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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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一些什麼 夢到誰死掉或什麼 代表他們情緒真的有問題 是有這樣的對照嗎 死掉那件事情我有說過 有的人是認為 或者是 但是如果你身體部位掉 這種不見 倒是我們的解讀 什麼意思 就是說比如說 在發育的時候 所以說發育的時候 可能呢 你在睡覺的時候 在牙齒 它說不定在發育 或者是身體 你在比較長大成長的時候 它的訊號我們常常講 因為你睡著 雖然是睡覺 你腦部沒有關機 你其實腦部就是在還是 只是在搜尋訊號 正好碰到做夢的時候 它說不定做出一些訊號 夢就會去抓到那個改變 然後有的時候改變 會覺得說一下抓不到 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怎麼沒感覺了 然後就會自己做夢 就自動夢到說 可能這個部位掉了 或那個部位會掉了 那時候應該不用過度擔心 都還可以再觀察 可是大人就算了 小朋友安安穩穩睡得好覺的話 對大人來說也是很大的負荷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法 佳佳 好 我們其實今天講了很多 我只是總結一下 第一點就是 第二個 連睡眠的環境也盡量固定 所以很多小孩 雖然他可能會 會換很多地方 但永遠都睡在 他那一台小嬰兒車 或嬰兒床上 那也是一招 那樣的寶寶就很幸福 他帶去世界各地旅遊 都沒關係這樣 躺在那一台床上 他就可以睡了 對 那有些寶寶不行 就是一定要環境一樣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 白天盡量減少 這個孩子焦慮的情緒 那這些壓力情緒 有時候要問一問 因為你不仔細問 你不曉得 那個發生的點在哪 有些是 某個照顧者 一些不經意諷刺 或者是一些言語 傷害了孩子 你不仔細問 有時候抓不到 有時候在學校 甚至有些是在電視的節目 卡通 或者是平板的遊戲等等 那第四個就是 你的孩子如果常常有 墜落感是不是 然後就呼吸根本沒有通 你先把鼻塞治好吧 他的打呼 都會影響他的睡眠品質 然後你就找個醫生 把他過敏性鼻炎控制好 甚至有限樣體需要處理 都有可能 那最後有些藥物 有些藥物有可能會讓你 干擾你睡眠 有些孩子 因為睡覺前 就像我剛剛講 鼻塞 所以他就吃鼻塞的藥 問題是鼻塞藥裡面 有些會影響到睡眠品質 結果就好可惜 你本來想像他鼻塞睡好一點 結果反而那個鼻塞藥 讓他晚上一直做噩夢 或者是夜精 那就跟醫生討論 換個藥 或者是比較不會有這種 副作用的藥品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 我剛才講到 如果是夜精的狀況 我們可以在他夜精之前 稍微把他叫醒 這邊裡面第一個 我剛剛還是要提醒 剛剛 除了睡眠時間固定之外 睡前儀式 也要好好的 對 就這個好好的安排 讓孩子很安心的 能夠睡覺 不過睡覺對小朋友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他只會這樣子成長得很好 而且對大人說也很重要 只能說呢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 安安心地睡個好夢 不要夢到一些 只有我朋友的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今天是我的媽媽 粉絲 歡迎收看觀眾 周路到大家拜拜 我還是這個幾次錄影 常常都提到 那個兒童癲癲 癲癲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會有什麼狀況 癲癲 其實 雖然我們大家還是講這個詞 但是很多專家想要把這個詞改掉 不然 因為 就是 大家都覺得 以前大家講的養癲 對 然後其實對這些 這個詞會讓 像有這樣疾病的爸爸媽媽 就是他小孩有癲癲的 就壓力很大 好像自己小孩得了什麼瘋癲的疾病 這個其實是一個 大腦的異常的放電 那異常的放電 跟先天的發育有關 跟後天的傷害也有可能有關 反正只要讓你的大腦變 就是有一個小部分 可能不是很健康的時候 它就會有可能會異常的放電 好 那兒童癲癲跟成人物一樣的是 兒童癲癲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大腦還不成熟 所以它這個異常放電的點 會隨著越來越大之後 然後修復好了 所以兒童癲癲 我們比較幸運的是 會跟家長講說 不會完完全全的 就是說長大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那基本上我想 爸爸媽媽只要注意就是 你的孩子在那段時間 因為當你大腦在放電的時候 你的其他功能是不會正常運作的 所以也許很難分辨說 每一種癲癲的樣式 但是共通點就是 你的孩子在那一段時間 異時是會喪失的 那你覺得 為什麼我小孩突然間 發呆一下 吃飯車的樣子 胖子會掉 或是這個 坐在椅子上 有點斷片的樣子 對 突然有點斷片的樣子 那你就讓醫生檢查一下 怎麼檢查 好 最後 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的孩子可能已經有經驗了 你熱心肌軟 媽媽可能有經驗了 那他可能下一次在癲癲的時候 那你就記得 不要慌 不要慌 你只要 這個拿個手機 先 一個人去開車或叫救護車 那另外一個人就拿著手機 把他孩子 在錄影下來 那剛好車子也備了 或者是救護車就來了 那你帶孩子上去的時候 不要給他咬毛巾 你也不要撬開他嘴巴 不要放手 你通通都不要 你只要至少讓他 這個口鼻這邊 不要有衣物堵塞 讓他呼吸的時候 因為癲癲 他會憋氣 憋氣 憋氣 吸一口氣 然後再憋氣 憋氣 所以那一口氣只要有吸到 就可以了 你那一口氣不要讓他 口鼻有堵塞 這樣就好了 那一路上的時候 15分鐘內 大腦都不會有 太嚴重的損傷 所以記得 一個人去準備車 叫救護車 一個人就把他錄影下來 因為常常到醫院 已經停了 你就可以放給醫生看說 剛剛是這個樣子 那醫生就可以做 很準確的判斷 了解 注意一下喔